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牛仔当中的元素技巧 就是我们的弹动 那么大家都知道牛仔当中有弹动与摆荡这两种感觉 那么现在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 弹动会更加吸引到别人观众的一个目光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弹动的发力的一个两个点 听清楚啊 这两个点分别是我们的膝盖以及我们的踝关节 那么在感受这个膝盖跟踝关节的力量的时候 你们要去感受的是弹簧的感觉 所以在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通过地板产生缓冲 然后推动到我们的脚踝以及膝盖产生一个反弹 然后传导到你的上身 那么在牛仔当中最基本的姿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上身的这个重量以及我们的姿态要前倾 放到我们上身的这个前脚掌的位置 然后保持脊椎的垂直去找到弹动的元素 在对应上相对应的动作去找到弹动和膝盖的踝关节 以及推动地板的力量 去找到后收以及膝的力量 OK 转冲 然后推动到我们的脚踝以及膝盖 产生一个反弹 然后传导到你的上身 那么在牛仔当中最基本的姿态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上身的这个重量以及我们的姿态 要前倾放到我们上身的这个前脚掌的位置 然后保持脊椎的垂直去找到弹动的元素 在对应上相对应的动作去找到弹动和膝盖的踝关节 以及推动地板的力量 去找到后收以及膝的力量 OK OK OK